巴提亞眾所周知 是泰國的著名旅遊景點 這裏是沿海城市 食、買、玩都十分齊全 每年都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來到這裏旅行 今時今日的巴提亞 除了在遊客城市之外 其實逐漸成為一個工業城市的 專裁住宅區 話說巴提亞附近有一個工業區 名字叫領執笨 這裏之內 有不少外國品牌的公司在這裏開廠 而且越來越多有關的員工 會搬去巴提亞居住 所以在未來的將來 巴提亞的康道medium 亦都有較大的需求 嘩 還有小型圖書館 如果我不說 一定以為這裏 只是巴提亞一間五星酒店的Lobby 這樣就錯了 其實這裏正是泰國頂級樓宇發展商 省市列的一個巴提亞樓盤 名字叫班拜客 你只要看大廠商店 就知道有多流行 多漂亮 這個康道medium的名字 正是班拜客 地點是在巴提亞著名的黃曼蜜地區 你的區有著名的五星酒店和旅遊景點 這個樓盤已經是現樓 有興趣的話 只要付出樓掛的五成作為首期 就已經可以成為業主了 在樓盤一走出來 就是綠草餘蔭 感覺相當舒服 其實來到巴提亞 如何少得水上活動 在這個康道medium之中 就有幾個泳池 這個是其中之一個 原來這個叫班拜客的康道medium 中有三個泳池 這個就是另一個 不過更漂亮的在樓上 一望無際Infinitive pool 很多香港朋友來到巴提亞 也好布吉華英也好 都一定想住在酒店 擁有無敵海景Infinitive pool 但若然你住在這個condo裏 就有給你了 看看景景漂亮度 既晚示範在這裡浸著水 看著海景 簡直一落也 又是時候看看示範單位了 今時今日的泰國樓 越整越細 有些小到二百多三百尺都有 但這個大廈裡面 最低限度房間也有四百尺 可以在這個示範單位 One-back-room來說 大概四百五十尺 價錢一百四十萬港幣左右 已經有交易 當中包括部份的傢俱裝修 例如這些入場櫃 抽油煙機 電子爐 而這邊的燈和叉 就不包裹 這邊就是客廳 接著就是睡房 間隔也給你了 睡房間隔層次有多不錯 衣櫃也給你 冷氣也送給你 以及全部都有露台 而且大多數房間看到海景 甚至乎是磁景 廁所浴室也挺骨子 其實今天我們拍的示範單位 就是在三樓 雖然三樓可以看到海景 但如果再住高一點 景點就很無敵 不如先看看這個二層房間 看看這個二層房間 這間房間很帥 裝修層次當然不錯 說得上是二層房間 價錢當然會比較貴 這間是其中一間睡房 看看二層房間 看看二層房間的另一間房間 又挺帥 不說你不知道 這個床床床 除了可以給你即買即住之外 它的發展商 即是省市列 頭兩年保證租金回報 每年7% 並且提供五成案件 無需收入證明 即是說我都可以入場 原來這個床床床床 這些是真正的坐電梯 坐著電梯到海滙 適合那些懶人 坐完電梯走出來兩步就是這個私家海灘的範圍 基本上巴提亞全部的海灘都是屬於公家 但唯獨是這個屬於私家的 因為是自己的範圍 所以沙特別幼和漂亮過人 住在這裏可以玩泥沙 可以下去游泳 甚至乎去泳池玩水也可以 玩完水上樓換一套衣服就可以出去吃飯 再不是走去這裏也可以 目標之城原來這麼近 其實巴提亞都可以說是一個多姿多彩的地方 亦都有很多旅遊配偷 而且如果住在這裏的話 亦都有國際學校 以及具有國際水準的醫院 醫療和教育方面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如果上去曼谷的話 亦都只需要兩小時多車程就可以 和曼谷不同的就是 曼谷仍然囂密 但是巴提亞這裏一望出去 就無敵的大海 感覺是完全兩回事 作為這裏的住客 除了可以享用這個單位裏面的專櫃設施之外 還可以去到曼谷的Saint Pelagon商場裏面 享用它們醒示地專用的Launch 這些亦都是其他樓盤發展商 給不到你的好處 試想像下 只是付出百多萬港幣 就可以擁有一個具有海景的單位 兼且包含部分的傢俬 裝修、電器 如此美景、如此價錢、如此質素 可以在哪裏找到 當然是泰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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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